自然農發究竟是甚麼來的 我們五一書三馬是80多年前所講的 將來你知道的食物很漂亮 如果清楚內容是不敢吃的 為甚麼呢 裏面有很多農藥 防腐製 或者殺蟲水 接些蟲水之烈 處理人人 曾經說基因 大家都說沒有問題 但現在為甚麼有些國家不吃呢 原因常就是基因其實很厲害的毒素 有蝶子培養出來的毒素 令到那些蟲都不敢吃 以前我們買蔬菜 漂亮的那些才買 其實是最蠢的 為甚麼呢 那些蟲都不敢吃 因為有毒 現在你買蔬菜選一些有焦的 那些蟲敢吃那些就好一點就好一點 才是好東西 才是沒有甚麼毒素 那些蟲都敢吃 所以人的食物裡面會認得很軟 我們每一級修去讀書 所以越來越多劇人將來 OK 所以戰龍化 孫三馬教訓我們呢 大自然過水道 有太陽 水墳 還有呢 那個磊土很重要 磊土很乾淨 很純淨 OK 那老師 其實我想請教一下自然奴花 有沒有說那個做法 或者應該注意些甚麼呢 對於肥來說呢 用些樹 將它切碎 即是吐到它 即是跟泥土混合 那些泥土混合之後呢 鬆軟 嗯 還有呢 保溫的 嗯 泥土裡面有很多生物 特別是幽隱 幽隱呢 它很大功勞 是在泥土裡面去工作 一直轉鬆泥土 嗯 假如現在你用了農藥 或者殺蟲水 那些幽隱死了 那些地呢 那些泥土呢 有很多污染 那用開農藥的時候呢 會生很多海蟲 譬如我們有病 即是淨化 看醫生 打針吃藥 我們吃了很多抗生素 嗯 可能更加嚴重 到時來講呢 我們更多病的時候呢 變成了體抗是不得的 嗯 那這個農作物也是 嗯 如果很多農藥在裡面的時候 就要更加用多些農藥 那些其實那些害蟲呢 就是由於有毒素生出來 變成呢 要用很重的殺蟲水 嗯 然後呢 對人呢 身體呢 它健康很大 嗯 最近呢 特朗普說 用一些消毒藥水呢 可以醫治那個肺炎 嗯 其實我覺得 好好好笑話 即是有些搞笑 即是笑話的 是吧 嗯 如果真是打了一些消毒藥水 或者吃了落肚裡面 真的會中毒死的 嗯 等於農藥 以前呢 那些人呢 以為農藥好 是吧 嗯 以為病田鳥好 大家都知道 嗯 大家都公認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呢 農藥不好 嗯 我們什麼書三文 七八十年前 你已經講了 今天日子 農藥呢 對人身體很簡單 所以呢 教導我們呢 做自然農法 嗯 我們的自然農法的產品呢 就是 初初由我們會主呢 一九九月 鼓勵呢 日本的信徒 嗯 一路 即是做到今時今日呢 嗯 我們呢 很多的產品 是 還有一些製成品 是 不單止可以自給自足 嗯 還可以呢 即是售賣給別人 是 我們這些自然農法呢 多數都有 日本總部運過來 有些有外國 嗯 現在美國都有 很多國家都有 生產自然農法 嗯 嗯 所以我們呢 吃的食物都要健康 是 那時候 可以沒有那麼多毒素 那就對了 老師 我吃的食物是要健康無添加的 是啊 那我個人才健康無添加的嘛 是啊 都不會是 我們想要多拿去 我們想要多拿去 那兒 呢 我們想要多拿去 感谢观看